啊 兄弟们 开了两百多公里 跑到这边来 可算是把这个身份证给拉到了 从早上十点钟就开始睡觉 一直睡到晚上十点钟 整整睡了十二个小时 脸部这一块 黑眼圈可算是没有了 肚子饿得不行了 咱今天搞封外卖吃得了 好长时间没整烧烤了 整一点这个烧烤尝一整 也奢侈一下 就是他们今天倒霉 嘴都下面还磕破了 还摔了一跤 这倒霉起来这喝水都在压 今天这个开销大呀 花了差不多三百块钱了 刚发完工资 这他们的钱也没了 哎呀 后面两天不知道怎么扛呢 兄弟们啊 睡在这个房间里面可真寂寞呀 空虚一个人啊 连个旅朋友也没有 哎呀 先开被子 看看这个充电宝咋样了 我又奇了怪了 你说在这个充电庄 十个多小时就充百分之二十多 怎么宾馆上面 十个多小时直接就充满了 这怎么回事呢 这家伙 哎 穿上大拖鞋啊 去这个卫生间里面刷个牙 咱也是有两年多没刷牙了 这个牙齿依旧非常的洁白啊 这个牙刷这上面为什么黑漆漆的啊 感觉好像是有人刷过似的 哎呀 卫生做的也太差了 换一个啊 哎 虽然常灵不刷牙 但是咱们这嘴巴香呀 急一点这个牙膏啊 哎呀 两年多没刷了这牙都不会刷了 好像直接往到嘴里面杵就行了啊 啊 对 全是血 哎 这牙膏这纸粮也太差了 哎 给我牙医都刷出血来了 哎呀 舒服 再洗个脸 哎呀 刷完牙之后牙疼了 早知道还不如不刷呢 哎 哎 莫莫我的衣服跟裤子啊 干的差不多了 明天走的时候就能瘦掉了 上床啊 接着躺着吧 等会看看能不能整个大猪蹄子 啃一啃 哎呀 还是躺在床上面舒服啊 哎呀 真想当个少爷 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 该说不说的兄弟们 咱的外卖也到了啊 花甲 猪蹄 两个秋刀鱼 烤肠 这还有这个鸡肉啊 这玩意是送的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兄弟们 开讯啊 场上这个大猪蹄 太有嚼劲了 嗯 真好吃 哇 他这个 烤的太好了 这肥肉的话 全烤成油了 他这个肥肉的话 全烤成口腔糖了 嗯 嗯 大狗大狗的吃肉 啊 烤的爽 哇 这大肚鸡 过瘾 嗯 嗯 甜甜的 他这不学辣了 嗯 嗯 超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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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酒鸡 嗯 哇 黏黏了 黏黏了 哇 黏黏了 嗯 这口感太好了 一点瘦的都没有 也没肥子 全是像是嚼鬼样糖一样 是香 这还有个秋高鱼呢 哇 怎么烤成干了 味道不对 它没有中间 怎么说呢 啊 太瘦了 这一片的话十块钱 有点小贵 嗯 这眼灵 不知道怎么回事 晚上早上开就开了 中午开了 嗯 可能怪厉害的 吃完了还接着睡 嗯 他送的这个是什么 这间饺子吗 这东西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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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酸了 八家 哎呦 哇 那算得太过过活了 嗯 哎呀送这么酸的东西 啊 嗯 这下辈子没吃过这么酸的 嗯 啊 啊 这个水居然是烫的 啊 这个水居然是烫的 让人怎么喝 上上这个花甲 嗯 它这个就是酱油花甲 啊 没什么热 完全就是酱油烧出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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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没吃饱 睡觉睡觉